OdioJungle 中间还在于具体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境界比别人差太远 清政府不知道炮台之间的火力配合 也不知道炮台还要修筑顶盖 而且增兵也不是这么个增法 往炮台上多增兵就是增大伤亡 后来沿海的历次战役几乎全是如此 唯一给英军造成较大损失的就是镇江 在这里 八旗兵最后一次捍卫了他们祖先的荣誉 以前八旗兵很厉害 但康熙以后一直表现不好 这一次是他们最后一次闪耀光辉 副兜同海灵率领他的一千青州兵确实打得很不错 当然英军也太大意了 因为之前沿途的战役赢得都太顺利了 所以在攻打镇江时 他们没有按照之前的作战模式 先依靠密集的炮火 把中国军队的防御体系砸烂 然后再派遣步兵登陆 这一次英国士兵没有准备炮火就直接上岸了 然后就跟把骑兵肉抖 所以这一次英军伤亡了一百余人 马克思曾说 如果英军一路都是这么损失的话 他可能就到复了南京 毕竟英军的总人数相比清军来要少得多 但给英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战役 也就这么一次 所以说 现在回望当年的鸭片战争 中英两国军队在武制上的差距并不算大 关键是战术境界差了几个档次 我们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已经落后了 欧洲许多年 中国军队早就用上火器了 明朝就建立起了专职火器的神机营 但进入清朝之后 从来没有想过在军事组织上进行革新 将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法 转变为现代立于使用火器的新式战法 清朝统治者和军队将领 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没有遇到过像英国这样的对手 而一旦遭遇这样的强敌之后 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不适应 当年马甲尔尼访华 曾经想把他们的方阵给清朝将领演示一次的 但居然被拒绝了 没想到几十年后 过于自大傲慢的满人将领 就领受了教训 鸦片战争期间 众多能战之士 从全国各地争调到沿海 确实打一仗败一仗 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英雄 从关帖培 定海三总兵到陈华城 这些英雄们的战绩都非常差 他们最伟大的地方 就是死得比较壮烈 其实海灵是打得最好的 但我们却没把他当成英雄 总之 中英之间软件建设的巨大差距 导致这场战争一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英军最终打到南京城下 两江总督牛建担心丢了城池 交了熟城费 英军暂缓工程 到这个时候 道光皇帝才恍然大悟 原来此前前线将领一次次的战报 都是谎报军情 根本没有什么胜仗 敌人似乎是不可战胜的 无奈 只有答应 由脚改骨 中国被迫与其签订城下之盟 战事之所 拖了两年 一方面是因为道光皇帝不知道 此搬来的英国人 并不像此前的侵略者一样 要占你的城池 该换你的朝廷 他们只是要中国开放 把中国拖入他们的世界体系 所以 前线的将领可以通过付费 不让英国人攻城 一个省城都没有沦陷 前线将领反而可以不断地谎报军情 说他们打赢了 杀敌无算 使得皇帝不觉得事态很严重 事情还有可为 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人 对白河一带的情形不大了解 没有像后来那样直逼津津 立竿见影地让清朝皇帝屈服 摘自张明重说中国近代史